底下说的是道场有同修情绪不稳定 常常发脾气与人争吵 清醒后自己也很后悔 但无法控制 我们有心帮助他 用了很多办法都没有效果 请问如何帮助他 真的是没法子 这是什么呢 业障太重啊 业障太重人 佛菩萨都帮不了我们有什么能力啊 所以你要常常想到这个佛是大慈大悲 帮不上忙 那我们要真的想帮他的时候 只有自己好好修行 修行圣年五年之后 他看到我们修行的样子好 也许他会能有个转变 所以不能去 一定要做出好样子 为什么呢 两个比较很显著 你天天往向上升 他是天天往下堕落 所以要用神教 严教不行 严教没有人服你 我真的做到 那么在形象上有很好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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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真修行的人 身心愉悦 快乐 不修行的人呢 身心烦恼啊 老化的很快啊 修行的人不容易衰老啊 那十年二十年再快比较就差很远很远了 他应当要忏悔啊 应当要回头啊 还不知道忏悔 还不知道回头 那下面就是三国道 所以必须有好的形象 这个放光就是好的形象 我们怎样帮助众生 自己好好修行 就是帮助众生 自己不好好的修行呢 害自己也害众生 人家一看 佛门是这个样子 让很多人不赶紧佛门 让很多人回报佛法 他回报佛法的过时 你要成当 为什么呢 你做出不好的样子 那这个罪过就很重了 我们自己把佛教形象破坏了 点点滴滴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而且怎么样呢 非常不容易发现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就是自己一身毛病 自己不知道 怎样才能叫自己知道呢 方法有啊 看别人 别人是一面镜子 看别人做的不对 你不要去这辈子 回来想想我有没有 你就会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了 所以看到别人的这个 这个不好的样子 想想自己要有 要改啊 不要去责备别人了 不去指着这边 指着这边批评别人 不可以 自己要改过 别人的好样子 看到了自己有没有 没有要好好地学习 向他学习 你能够这样学习 你这一生肯定成佛 为什么呢 一切众生都是你的老师 善人跟他学习 不善的时候呢 简点自己 反省改正过时 没有一个不是老师 没有一个不是善知识 他怎么会不成就的 就和你都需要 所以我们而让咱们 再做一切 非常好 遇到 没有 突然 不是